連環殺手的生命 結束在育有手中 育有說是因為受到上帝的感召 是真是假 我們先打上一個問號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 神秘的事物太多了 尤其是外星人文明 人類的猜疑都想要一窺究竟 而現在是解惑的時機了嗎 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解密了大量被封存的機密檔案 其中一份報告最受關注 CIA竟然想透過林媒的力量 來尋找外星人的存在 這是怪力亂神嗎 先別急著殺定論 我們先從內容面來看 這份檔案裡面的說法 CIA請來的林媒 她能夠精準地描述火星上的地貌 甚至還能看到火星 一百萬年前的樣子 上面不僅有巨人 還有金字塔 對此我們要提出兩個疑問 那火星曾經有生命嗎 如果有生命的話 這些人去了哪呢 宇宙間到底有沒有外星人存在 一直都是科學家想要解開的疑惑 浩瀚無垠的廣闊升空 除了我們人類外 還有其他智慧生命之法 我們需要確保他們明白 各位先生 歡迎來到CIA 前陣子美國CIA突然之間 解密了大量有關於各種 超自然線上的機密檔案 被認為是美國政府間接承認 有外星人的存在 而在最近又一份檔案曝光 內容公布之後 大家都嚇了一跳 這份在1984年5月撰寫 標題為火星探索的報告 讓人大開眼界 內容講述了CIA曾經邀請 以為靈媒來協助進行觀測火星探索 In the third millennia BCE Early astronomers from Mesopotamia mapped the stars giving names to constellations and planets They called the red planet Nergall After their god of war For the ancient Greeks The celestial body was likewise their god of war Aries The ancient Romans 我們今天使用的名字 Mars 炸停之下會覺得 也太無厘頭了吧 不是靠科學儀器 反而是想利用通靈的力量 來窺探外星處 Oh my god Wow Look at that man 只不過在報告裡面就提到 這位身份沒有曝光的靈媒 竟然可以清楚描述火星上的地貌 就好像他把自己的意識 給投射到了火星上頭 而且這位靈媒 不只看到火星上的樣貌 他甚至還能看到 火星在一百萬年前的樣子 Pyramid Or Pyramid form It's very high It's kind of sitting in a large depressed area 就像電影裡失落的古文明 一百萬年前的火星上 有金字塔 坊間盃 還有仿佛現金高速攻勒系統 更重要的是 那個時候在火星上 還有身材高大的聚名 Please tell me you can read that 在火星上曾經有生命體存在過嗎 是一份紀錄後來被CIA列為機密檔案 直到最近解密才重見天日 那麼後來火星人去了哪呢 加州大學理論等 離子體物理學博士布蘭登堡就表示 目前種種跡象可以表明 過去在火星上曾經發生過 兩次的大規模核爆 或許就是戰爭災難 摧毀了火星文明 其實CIA透過靈媒探測火星 正是大名鼎鼎 新門計劃的其中一部分 當年在冷戰時期 美國擔心蘇聯 可能會利用超感官知覺 找出美國潛水艇和軍事設施 於是就開始了新門計劃 研究超自然現象 其中最知名的就要數1973年 以色列知名的幻術師 蓋勒的超能力實驗 他不僅能以念力彎曲湯匙 還能在不同的房間心靈感應 隔空畫出CIA人員 所繪製的幽浮等圖畫 相似度高的驚人 讓研究人員認為 他是真的擁有超能力 蓋勒常常上電視表演 用念力折彎湯匙 在全世界造成一股轟動 在拍攝中,我嘗試撞掉它 而且是很簡單的 非常容易地撞掉它 要檢測這次檢測 但結果並不會同樣 不過後來有魔術師跳出來 柴唇蓋勒說他根本不是念力 而是魔術的伎倆 讓許多觀眾感覺自己被騙了 但如果蓋勒真的只是一個魔術師而已 那就無法解釋 為什麼他能通過CIA的測試 為什麼科學家常年來都沒有間斷地研究火星呢 那是因為在太陽系當中 火星是最像地球的星星 Tatron confirmed Perseverance 8-3 On the surface of Mars Ready to begin seeking the sand of past life 2021年太空可以說是熱鬧滾滾 世界各國爭先恐後 陸續朝宇宙警罰 There really two fundamental paths One path is we stay on earth forever And then there will be some eventual extinction event The alternative is to become a space-faring civilization And a multi-planet species SpaceX創辦人馬斯克不只一次提到 夢想著帶領人類移民火星 打造出一個自由自在 不受拘束的新世界 從今年二月開始 火星上擠滿了來自地球的訪客 除了有阿拉伯林和大公國的 火星探測器希望號 最受矚目的就是它 伊利昊完成了許多第一次 不是科判電影 而是人類第一次 真真實實聽到火星上的聲音 還完成了更大一句 I invite you now to if you would like to close your eyes And just imagine yourself Sitting on the surface of Mars And listening to the surrounding The Perseverance rover on Mars Converted carbon dioxide into oxygen Enough to sustain an astronaut For about ten minutes This really is a Wright Brothers moment It's the start of a whole new kind of planetary exploration And we'll build on ingenuity success To see how we can deploy this capability on future Mars missions NASA宣布伊利昊上攜帶的 火星氧氣救濟資源 利用實驗設備完成 開始運行之後 它把火星大器裡面的 二氧化碳氧原子分離出來 制造出大約五公克的氧氣 這樣的量大約是一個太空人 正常活動 十分鐘所需要的氧氣量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好消息 3 2 1 0 Ignition And lift off SpaceX發射零 9號火箭升空 上面載了一共 60顆的低軌衛星 T plus 40 seconds into flight Falcon 9 has successfully lifted off from our Pad 39A the Kennedy Space Center carrying a stack of Starlink satellites into orbit 這是馬斯克從2019年開始規劃 要在太空中打造出 衛星網路 不用受限於電信基地台 預估需要大約一千八百顆衛星 到目前為止 SpaceX已經發射了超過一千四百顆的星鏈衛星 創造出最大的人造衛星星座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the long-term preservation and and ultimately the expansion and extension the scope and scale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long-term probably a survival of humanity and life as we know we must become a multi-planet species 當然中國大陸也沒有讓美國專美於前 兩場爭霸的觸角 現在延伸到了外太空 開始對於火星的地形地貌 土壤結構 水平分布 然後表面的物質成分 以及火星的空間環境進行一個探測 不過列強勁的太空爭霸 也並非全然都是好的影響 今年五月全球都在關注 中國大陸長征五號必要二運 載火箭 墜落殘骸 到底會掉在地球上哪個地方呢 Like a bat out of hell This twenty-third rocket The Chinese Long March 5B rocket is tumbling out of control 最後證實這個超大的太空垃圾 是掉在印度的太平洋海域 沒有造成傷亡真的是有驚無險 但在這之前 世界各國全都心驚驚 我們先把時間倒回到4月29號 火箭發射當天 原本強調不容失誤 沒想到這一個長30公尺寬5公尺 重大21公噸的火箭核心結 竟然在太空中高速失控翻滾 根本無法判斷墜落的地底 當時包含洛杉磯 紐約 西班牙 北京 再到紐西蘭跟澳洲都可能受到衝擊 好險最後墜海危機結束 但美國太空總署NASA依舊發出聲明 痛批了中國的 那絕大部分器件已經在再入大氣層過程中 稍時銷毀 準備 哈佛有天體物理學家的教授認為 由于地表大部分都是海洋 残骸落海几率比较高 所以才决定赌一把 只是火箭发射时风光 出了意外 资讯无法透明公开 太空梦差一点点 就变成全球的噩梦 除此之外 还有一点 科学家也很担心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射电望远镜FAST 综合性能 是美国著名望远镜 阿雷西伯的十倍 设在贵州 中国天眼是全世界 最大射电望远镜 球面直径500公尺 面积有将近30个足球场 这么大 最近有了全新发现 测出了脉冲心的位置 和运动方向 这个是FAST发现的 第一颗脉冲心 这是天眼接收到 来自外太空的声音 从去年一月启动 已经发现了300颗脉冲心 还捕捉到了快速电波爆发 只有一些天文学家猜想 或许天眼在将来 有机会可以接收到 外星人传递的讯息 除了满足人类的 后期心以外 就是探索宇宙 探索自然 最主要还是提高 我们认知的水平 不过著名的物理学大师霍金 在生前就不断警告 不要想着跟外星人有所接触 否则将会带来 难以想象的好劫 不过中国大陆并没有把货金的警告放在心上 最近更表示要在花巨资 打造舞台跟天眼 相同等级的超大型望远镜 包含原本在贵州的天眼 可以组成巨大阵列 到底启用天眼 为人类带来的是福还是祸 或仅所担心的事情 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或许一切只能留给时间慢慢解答 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就是 人类并不会停下 朝宇宙探索的角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